菠菜买回去以后,不要总是直接吃了,跟着老弟,把这道既能喝汤,又能吃菜的上汤菠菜学会了,家里绝对管你是大厨。 锅里面烧水,水开以后,把菠菜给它怼入,碗里面的是大蒜,火腿,还有皮带啊,你们记住,只要是做上汤的菜,都少不了这三样。 菠菜下入以后,不要煮的时间太长了,再次开锅就可以往处捞了,捞出来以后,用勺子,把里面多余的水分给它压一压,直接倒入碗里面,用筷子给它冻一冻,锅洗干净,来点猪油,家里面没有猪油的啊,用大豆油也行。 猪油炒饭以后,先把大蒜给它下入,中小火给它煸炒,这个过程不能着急啊,一定要把大蒜的香味给它炒出来。 看到没有,大蒜变黄了是不是,然后把火水丁给它下入,再象征性的煸炒五六七八像。 做这道菜,它有个窍门啊,看到没有,来点鞋带黄,给它炒出沫子以后,直接往里面添汤吧,放鞋带黄的墓地啊,总是让这个汤一会儿喝起来更浓郁一些。 调味的话,就比较简单了啊,往里面加入盐鸡精胡椒粉,用水稀释一下,这你要不稀释,胡椒粉往里一放,嘎,抱团了。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汤,是不是感觉特别浓郁了,这就是咸炒黄起的作用啊。 最后出锅的时候啊,再把皮带怼入,煮上个十来秒钟,就可以出锅了。 出锅以后,直接往菠菜上一浇,这不就好了吗? 虽说老弟不能陪你一生,带点你的胃,满满灯灯。 再 再 感谢观看